士兵在冰天雪地演练射击 坦克车也铺上白色的伪砖网 北约2022酷寒反应演习 在挪威盛大举行 假想敌虽然没有明说 但似乎就是俄罗斯 与此同时北约又针对乌尔维基 召开紧急会议 美国总统拜登亲自出席 在向普钦呛瞎 虽然北约不断强调 不会直接介入乌尔战争 但却悄悄转起东欧八国防御线 包含紧凌乌克兰的波兰 兵力将上看12万 罗马尼亚也有7万 其次波罗的海国 爱沙尼亚 拉托维亚 和立陶宛也同步增兵 其实从乌尔开战以来 美国和北约就不断军援乌克兰 至今已提供了高达1.7万枚 反坦克飞弹 还有2000枚的防空飞弹 后续甚至还有10亿美元的援助 会陆续到位 不过乌克兰认为还不够 由于战况紧急 CNN报导乌克兰再向美国开出愿望清单 希望包含刺针飞弹和标枪飞弹 未来每天都能提供各500枚 另外乌克兰还点名两款喷射战机 希望提供36架 以及S300 不论那种武器乌克兰需求最大的 还是两款小兵力大工的监视飞弹 只是武器再多 只要普京一天不醒悟 战争就不会结束 北约峰会上各国领导开始对中国施压 拜登还打算进一步孤立俄罗斯 选项之一包含将俄国逐出居团体 澳洲总理莫里森率先表态同意 说不想在G20上跟犯战争罪的人坐在一起 德伦斯基也以视讯向G7发表谈话 提议可以另外成立U24联盟 避免乌克兰情况重演 目前俄罗斯人否认一切入侵的行为 俄罗斯注定和国大使 坚称没有攻打平民 汉先前普京发言人说法雷同 他说人不排除使用核武 但核武之前各国更担心俄罗斯恐怕会先使用化武对付乌克兰 拜登暗示这可能成为美国和北约的红线 只怕届时北约才介入会为11万 TVBS新闻综合报道